你看那些美国白人那欺负你呢 他觉得你这个亚洲人什么都不敢做 也不敢干 是是 亚洲人是 是 他一看你 就算你是博士 他当然也欺负你 就算你是律师 他当然也欺负你 是是 是 亚洲人胆子小 是 你在这儿车也不敢开 什么也不敢弄 房子也不敢买 是 对 亚洲人的确是这样 他说打电 他说给那个领导说了 他不会骗你吧 没有 他不会 他说从那些不外交易就帮我去 电话打出来 说可以 说了 可以 我就是有点 我不太会变痛 比较简单比较傻 就是动手能力比较差 而且你担心的太多了 软牙这个万一 可能性质这方面 因为你单身太久了 有点就是有点逆腹了 有一定程度上 因为你有一女人的话 就跟你 想问我们一起去 你把雷 有时候你经常 比如说有个女人 或者像跟着人 你胆子就把她搭 虽然说你别人追求我犯罪 但虽然你这样说不得 比如说还想的 就是你胆子就大了 但是你一直一个人 你什么都不敢做 这个也不敢碰 那个也不敢碰 什么都怕出问题 最后你就 对 是 错过好多机会 是啊 什么都不敢做 只要我读研的时候 有个漂亮女生说 嗯 跟我说你到我那儿洗澡去吧 我那儿洗澡方便 她就单身宿舍 我没去 我想了好久好久 想得到头疼也没去 我想到那儿 要发生点什么怎么办呢 发生就发生点 你说什么 我没去 我没去 发现后悔了 她悄悄跟我说的 说我那儿洗澡方便 你也可以 随时到那儿洗澡去 她那儿单身 她就她一个人的宿舍嘛 我想我要去那儿洗澡 我是进去脱衣服呢 还是先脱了衣服进去呢 我觉得 觉得这些细节想不明白 就后来也没去 错过机会了 哈哈哈 没错过吧 要不然能遇到我呢 哈哈哈 错过了 那个机会错过了 一个骗 一个漂亮女生 哈哈哈 那我就特别丑了 是吧 你也漂亮 我说当时的 当时的你那个年代 是啊 就是好多年之前了 你说她是有那个意思吗 还是就单纯的祈祷啊 也有可能就是客气客气 然后你那种好不方便 你要是跟她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煮东西啊 你要你要就行 但是一般的话 男的不可以那样的 你要吃人家感性 可以 那你要吃人家吃饭啊 然后说一起看电影啊 聊天啊 就比如要聊至少两三个星期之后 你再说 那个我很喜欢你啊 我们要那时候吧 这个是正常的 看我看来最少要有三四个星期一半月吧 然后才有可能说啊 然后我们我想做你 说今天做你朋友确定关系 你看好不好 好吧 哈哈哈 对对对是 哈哈哈 一般正常这样的 然后女人可能也会也会有同样的想 但是他还是先跟你说的 然后除了客气 我会去哪里 什么样的 就自己洗澡气承了 对对 他让我去洗澡我也没去 对对 但是你不能说你刚刚见面了两人 他可能已经客气客气啊 你这家那种不方便 你来我这边洗澡吧 他去那里洗澡而已 那你可能 除非他对你 你去洗澡的时候 他把衣服给脱了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啊 那我就顺势吧 哈哈哈哈 但是看电影 镜头不都是一洗澡就出事了吗 这个是吧 这个可能客气有点过度 是吧 如果刚好看见啊 他这需要人帮他弄点什么东西 我帮他一下 我觉得洗澡这个东西有点 有点微妙是吧 是 哈哈哈哈 而且是悄悄跟我说的 哈哈 悄悄跟我说的 单独跟我说的 是吗 对啊 哇 你还这么快乐吗 也没有 就是 反正他对我还挺好的 后来又给我点击工作 然后回北京工作 我也没气候了